今天已经是4月1日了 是四旬期的第四周星期五 今天的金句主耶稣说 你们认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的 我认识他,因为我事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 我一起听《药望福音》第七章 那时候耶稣周游于加勒纳亚,而不愿意周游于犹太 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 那时候犹太人的庆节即将盘接近了 但他的弟兄们上去过节之后 耶稣也去了,但不是明显的,而是暗中去的 于是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 这不是人们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 和他放胆地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 能手掌门也确认这人就是墨西亚吗? 可是我们知道这人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当墨西亚来时,却没有人知道他是哪里的 于是耶稣在圣殿施教时大声哭叫说 你们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哪里的 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而是那真实者派起我来的 你们却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起了我 他们想捉住耶稣,但没有人向他下手 因为他的事实还没有道 所以耶稣可以说有些人是一种难以触摸的 因为耶稣基督他听从圣神的带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表达天父对人的爱 主耶稣的作为是令人感到惊讶 因为他是跟天主的计划那么吻合的 我们有限的人对天主的计划 往往只是感到惊奇 人对我们作为耶稣的追随者 我们有时都感到很难适应或者难以触摸 但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希望我们所发生的事 是我们预期计划的或者准备妥当的 我们很多时要估计将来发生什么事 有准备我们才有安全感 但耶稣往往向我们挑战 要相信天主的计划 往往是超乎人的想像的 今天有很多人仍然未能够接受耶稣 其中原因之一 可能他们未能够在我们这帮信徒身上 能够经验到这份意想以外的礼物 就是耶稣的爱 如果你能够对圣神的带领更加专注 对他的催促能够更加迅速回应的话 也都可能有助于更多的人 能够经验到天主的爱 我们看到主 他时都有意无意或者不知不觉间 其实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能够谦虚地翻开圣经 理想圣人 我们请求圣神向我们揭示他的真理 这种在主内 能够具有转化的作用 的认知 是在我们身上的 所以 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很多事件 看上去不是那么好 但都可以转化我们对生命的看法 有个人 他几个月后很惡慰 惡惡惡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 不过有时老去当中 出了这个《耶娜美亚先知》 一句说话就是 我对你所怀的计划是和平的 而不是灾祸的计划 这些说话给到他一个位置 实际上过去的几个月里 他很惨 以往他做很多东西 喜欢吃东西到处去 但现在很兴趣 常常躲在梳化 又不听音乐 又不看电视 可以这样说 对日常发生的事 没有什么信心 甚至质疑自己的能力 这方面 当然他去看医生 精神科医生 告诉他 你可能有抑郁症 于是开了一些药方给他 但是这个人 他都很担心 结果他就尝试看一个 临床心理学家 给他一些意见 当对方经过了一个尿情之后 就详细了解清楚 他就告诉他 评估就是说 你不是患了抑郁症 而是一种广泛性的焦虑 原来因为整个疫情 令到很多人 有这个广泛性的焦虑 这位心理学家 教他如何通过一些记录 呼吸等等方法帮助他 过几月之后 他都觉得自己 有少少力量和转变 随便掌握自己 如何去面对这种处境 除了这个之外 他有个朋友是心脏科医生 当他见他的时间 他就 这位医生就说 耶稣只是真正的治疗者 我只是耶稣的工具 这位医生这种态度 和他一起祈祷的时间 令到他眼泪自然流露出来 感觉到有一种力量 触动到他 原来祈祷的圣言里面 是帮助人能够重新 有力量再次起身 所以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亦都可能有这种 广泛性的焦虑 让人能懂得去交托 信爱主耶稣基督 很多事情做不到 不交托给耶稣基督 还有要学习放下 那时我们放不下 很多时候有焦虑 让人能懂得 对主耶稣交托 对自己要放下 天主保佑